下面我们共同看第三个情形下 这个对话呢 它是在这叫 阿贝尔森和这个 两个男孩之间进行的一个对话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部分当中 我们又将看到怎样的一个主题呢 阿贝尔森 我认识你能够着这些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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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部分 那么这个阿贝尔森就首先说了 下面这个时间短语大家画下来 最后一个形容词叫 意思是下一个就是下面的 下面的这个意思是周六对吧 那么下周六怎么样呢 我将出去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出去 那么这个词意思是交游 也吹这样的意思就是说一起去玩 那么你怎么看 什么内容怎么看呢 那么 意思是这套套装 那么你觉得我穿这套套装怎么样 也就是说阿贝尔森说下周六呢 他要和自己的朋友去交游或野炊 然后接着呢就问这个我一本 那我穿这套套装怎么样 然后我一本就说了 我建议你按 穿什么呢 这个端语也是 什么 非正式的 非正式的衣服 接着这个他又问了 那么这个词 它其实是这个动词 它的词跟转化而来的 表示你的意思是 就是说你的意思是什么 然后什么内容呢 也就是说你说的这个非正式的衣服 是什么意思呢 接着我一本就说了 我的意思是说 让你穿衬衫衫 这个端语意思是牛仔裤 然后呢 那么我们在单词表当中学到是高跟鞋 对吧 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叫 那么第一个词 正式这个我说 它来源于这个鞋 对吧 鞋这个名词 所以这里边就是 然后它的形容词是 意思是运动的体育的鞋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运动鞋 所以这里边这个我一本就是 就被它解释了 我所 我的 我意思当中的非正式的衣服就是 让你穿衬衫 牛仔裤 还有运动鞋 接着 阿贝斯就说了 我懂了 那么你所说的这个非正式的衣服是怎样的 对吧 舒服 穿着很舒适 在这个教语的时候是很舒适的 然后我一本就说了 没有错 后边 那么看到这个碳号 我们又知道它是一个感叹句 那么这个呀跟之前我们学到那个 是一样的 都是惊叹的虚词 表示一种感叹的语气 后边加的是这个 你的聪明 你的材质 那么感叹的意思就是说 你真聪明 这个句话 大家把它画下来 意思说你真聪明 你真聪明 然后后边这句话 这个 我们也是生死表当中学到的 意思是聪明的 对吧 明智的 聪明人 然后聪明人什么呢 那么这个词 它其实是动词指示 指明 指出 提出这个 这里边是它的词根形式 那么也就是说聪明人呢 从这个指示当中 从这个指示 暗示当中 怎么样 一个被动的动词 本身呢 它是理解明白 对吧 它的现在词音呢 是Yepham 对吧 那么这里边变成了被动的 Yepham意思是 被理解的 对吧 那么整句话也就在说 聪明的人呢 可以从指示当中 一下子就 被理解出来了 就是Yepham是 被理解出 那么这个意思 转换一下 就是说什么 聪明的人一点就透 对吧 给了点提示 对吧 这里相当于是说 暗示 提示的意思 那么给点提示 那么他就明白 其中是什么意思了 所以这个句型 大家把它可以背下来 就像是之前学的患难 之真交 这样是吧 这样子 那么这个叫 Inna alabibba Minnale isha'rati Yepham 好 那么第三个对话呢 是什么呢 其中一位朋友说 在周末的时候 这不是说参加什么什么宴会了 而只能说 大家和朋友一起去做个交游 或者是野炊 那么像这种出去游玩的这种情景下 场景下 那肯定是一个 大多数是非正式的场合 那么我们的穿着 它的一个基本的目的是干嘛 保证我们的舒适 对吧 让我们玩的开心 就是运动自如 方便我们进行运动 所以这里边 大家注意 这是这个对话 好 下面 首先我为大家再梳理一下 这个部分的意思 Abesun 就对这个 我Yepham说了 下周六呢 我将要和我的朋友们去交游 你觉得我穿这套套装怎么样 我建议你呢 穿非正式的衣服 你说非正式的衣服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 让你穿衬衫 牛仔裤和运动鞋 我明白了 你说的非正式的衣服 是指在交游当中很舒适的 非正式的衣服 对于交游来说是舒服的 没错 真聪明 聪明人一点就透 好 我们再总结一下 这个小对话当中的一些 知识点和要点 那么第一个就是这个时间 比较时间的状语 Fiyalmi Septil Qadimi 意思是下周六 Kharaj ma'aflani ila 什么什么 和某人出去干嘛干嘛 Ila后面接的是 这个所要干的事情 然后这里边 Anuzhati 意思是交游 也吹的意思 然后我们学过的句型 Ma'u ra'u ka'fi'an 你对于什么什么的看法是什么 然后再往下 这个句子叫 Ma'a qastu ka' bir B后面接的是 你说什么什么 指的就是这个 什么什么东西 什么意思 接着 A'u sa'i do'an 还是这个动词的表达方式 接着 kharaj ma'u Że'an 意思是运动鞋 然后再往后一个感叹句 意思说你真聪明啊 那么这块其实就说 加上一个来 后面加上一个什么 表示一个特征的属性的 比如说你真漂亮了 对吧 你真漂亮 然后这个后面来 后面加的一定要是一个名词 大家注意 就是它的性质当中是有名词的一部分的 不是有其他的那个意思的 这里面大家注意 说你真聪明啊 或者说其他的什么表达感叹的句 然后后边这句话叫 聪明人一点就透 大家可以把这句话背下来 这样子 好 那么这第三个句 句子 第三个这个对话 我们就把它又梳理了一下 那么最后呢 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第三个对话 عباس في يوم سبت القادم سأخرج مع أصدقائي إلى نزهتي ثم رأيك في أن ألبس هذه البذلة وهيب فهمتوا إِنَّ الْلِبَاسَ غَيْرَى رَسْمِ مُرَيْحٌ فِي نُزْحَةِ سَحِيْحٌ يَا لَذَكَئِيْكَ إِنَّ الْلِبِي بَا مِنَّ الْإِشَارَةِ يوم سبت القادم 那么这就是第二部分 关于对话的三个情形 我们就讲完了 那么刚刚说了 大家可以想一想 不同的场合下 会穿什么样的衣服 那么比如说 这个第三个对话 因为我们提供了一些 新的这个情境 比如说这个 在参加什么样的聚会 参加什么样的交流会 这样不同场合下 我们又可以 因为我们参加这个活动的目的 然后来确定 所要穿着的衣服是什么 好 那么这个就是 我们对话的第二个部分 我们把主要内容 已经讲解完毕了 那么希望大家 在课下时候 能够模仿着一些情境 来训练一下 自己对这一部分知识的掌握 好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Shukran alayhi wa rahm